鬼灭之刃中的大反派鬼舞时 无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鬼王 就算是被斩首 他也能突破鬼的陷阱 再次长出一个头来 无惨唯一害怕的东西 就是阳光的力量 因此他一直想要克服这个弱点 千百年来都在寻找着青涩的暗花 在听闻里豆子克服了阳光这个弱点后 他不细以神犯险来到鬼杀队的总部 但最后还是被众人合力消灭了 将无惨变成鬼的医生 为什么无惨要寻找青涩笔暗花呢 因为从那位医生未完成的药材配方来看 只要找到青涩笔暗花 就能让无惨成为破老不死的究极生物 无惨有着极强的求生欲 因患绝症而被断言活不过20岁 平日一直卧床不起 一位善良的医生为延续其寿命 而为其研制了一种药 但是药物副作用 却让无惨伤害了医生 自己也因为服用了备完成品的药物而变成了鬼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位医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让无惨存活了下来 拯救了一条生命 但是他没想想到的是 变成鬼的无惨竟然要依靠吃人来维持生命 一千多年来不知犯下了多少尊业 如果这个医生知道自己的药能让人变成鬼 心里是否会后悔 但这也从另一方说明了 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 如果无惨没有反抗害死医生 他是否会变成正常人类呢 朱氏夫人 朱氏夫人是站在人类这一面围 大家都拥有着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消灭掉无惨 当初无惨伺与朱氏血液时 只说他能继续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却没有说变成鬼后需要吃人才能存活 失去理智的朱氏害死了家人 所以他对无惨充满了怨恨 趁着无惨被缘移重伤之际 朱氏夫人脱离了无惨的掌控 他一直在研究药物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依靠药物消灭无惨 朱氏夫人受贪质狼所拨 利用女痘子的血液研究 将鬼变成人的药物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之后又与蝴蝶人合作 将研究成果不断扩大化 朱氏夫人在限制无惨行动时 向无惨体内注入了多种药物 具有老化 将鬼向人类转化 催促于减弱 导致细胞坏死 阻止分裂等作用 将无惨能力大大的削弱了 让胜利的天秤倒向了人类之边 这就充分展示了药物水的强大 即使能力几乎无比的鬼王 特效能力也会给致队性削弱 这种化成为定的战法 让大家明白了 除了应用科学知识 也能产生巨大作用 以及盲目的硬兵 不如去了解不方 知己知彼来占百胜 所以无惨的生命能够延续千年 是因为医生 而他生命的终结 也与医生有莫大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让他生的是医生 让他死的还是医生 我是阿维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